青春环游记口碑回暖 洋洋卖力这座笑点 却被他频繁出镜毁了 青春环游记第三季 当初有多被期待 第一季的播出就被骂得有多惨 从最初MC的变动 到最近真人秀静止娱乐化 都让人为这档节目的播出捏了一把汗 在第一期延期播出后 观众的担心又大大加重了 然而看完前两期 不禁想说一句 这个担心这不是多余的 青环三前两期严重拉垮 无数网友直呼 没有周深和狼狼之后 这个节目变得这么难看 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前两期的节目总结起来 就是广告里面插节目 每到一个地方 就去走马观花地观上一些景点 剪辑各种拉垮根本衔接不上 而且中途穿插的科普说教太多 一档真人秀节目 活生生变成了旅游的人文节目 连最经典的起床环节也没有了 可以理解大环境下综艺的改革 但没想到第一季节目可以难看到这个地步 当我面无表情看完节目后 脑子里的第一想法竟是 这就 或许是因为制度的改革 导演在原有的节目基础上 做了一些调整 补录了许多景点旅游 以及充满人文气息的游戏项目 毕竟这才是如今真人秀的主流 这就导致前两期显得极其无聊和杂乱 好在当我们不抱希望打开第三期的时候 竟然发现竟然有那个味儿了 以前的青春环游记似乎要回来了 洋洋放飞天性贡献明场面 虽然还是没有经典的起床环节 可以看出第三期是上期未播完的部分 因为本期的成员们还穿着上期的COS服装 并且本期梧桐终于听取了贾玲的意见 将猜歌环节换成了猜小品环节 而本期的成员们明显熟络了不少 洋洋甚至在游戏开始之前就开始跳舞了 可以看出她很兴奋了 而本来以为这一趴会 是喜剧人贾玲和宋小宝的天下 没想到洋洋在这个环节彻底玩开了 以为对小品并不熟悉的洋洋 在这一环节却比谁都兴奋 不仅跟着宋小宝、杨迪各种还原小品环节 还贡献了自己在这个节目中的高光瞬间 在猜2000年的小品《救取新歌》的时候 面对这么老的小品 杨洋毫不犹豫举起了手 然后就开始手舞足蹈地表演起了小品中的台词 不错不错 味道好极了 完全弃金玉笑草的偶像包袱与不顾呀 看着逐渐疼化的杨洋 看来在这档节目中她是真的开心 玩开了 也放下了许多包袱 全身心沉浸在综艺中 也贡献了许多名场面 如喝没熟的鸡汤 合唱恋爱音 极限下腰 原以为杨洋是锦上添花 没想到竟成了雪中送炭 梧桐出镜惹争议 而一向被称作最爱出镜导演的梧桐 在本档节目中更是出镜频繁 老实说 其有时候出镜虽然也制造了很多笑点 不过此次在节目 她时常出镜和嘉宾坐一起 甚至把嘉宾的头挡了个严严实实 不少网友也称因为梧桐的频繁出镜 导致节目观感下降了不少 而无论是奔跑吧 还是以前的极限挑战 导演是一直坐在镜头后和嘉宾们互动 把镜头都留给了嘉宾 而梧桐却直接挡了嘉宾的镜头 不过也有部分网友觉得梧桐出镜 是为了综艺效果 你觉得呢